大家好 我在陽十二羅丹正說 那個陽一生的情侶 像我這個年紀 年紀三十萬 這次大家做這個眼袋手術 是不是會比較太慢 嗯 應該是不算慢啦 不過要看 要看狀況 有些人他的眼袋年紀輕輕 他的眼袋就很明顯 對 很明顯 那通常一般來說 因為現在眼袋都比較偏年紀化 已經不是屬於老人才有的 像有些可能三十幾產品 遺傳 可能大概三十幾歲就太久眼袋 如果沒有很嚴重的 我都會先建議他可能注射一點玻尿酸 然後微微的把那個勾黏起來 他的眼袋就沒有明顯 可是比較嚴重的 嚴重的我就會建議他可能還是要懂手術 那六十歲其實看個人 有些人覺得他可能五十歲 他覺得那個眼袋他可以接受 其實很主觀啦 就看個人 我覺得慢了很多 但我覺得越年紀大的話 越晚做的話 切皮的機率就增加了 對 你就會有一個傷口 這個傷口的話就變成修復期會拉長 那如果你是年輕 然後眼袋你可以用內開 就不用切皮 那修復期短也會更完美啦 那我這個是 內開 然後在外切皮 因為為什麼要內開 因為內開的好處是 你不會有眼減外斑的風險 因為你如果全部從外開外切 你眼減外斑的機率沒辦法百分之百避免 對 但是就是手術會比較複雜一點 可是相對來說 對你們來說會比較安全 那我算是OK 很OK的啊 可以啊 對 很可以 因為你年輕了很多 對啊 我覺得皮真的切掉 還是真的有差 因為整個變得 第一個 你有點像拉皮的概念 因為他會一年代的法令 你會改善 我們團隊 一速好 又親切 然後又幽默 謝謝 謝謝 沒有什麼負責用 對啊 我覺得第一個 而且你也 我覺得也照顧得很好 我做完 沒種 也沒有無親 沒有什麼修復器 沒有很好照顧 對 所以我覺得 應該是第一個 你機制也不錯 然後再來應該也有用心 對 我覺得很讚 大概 快一點 感覺 不會痛 沒有什麼 不是很 很不舒服 然後養育的時候也很幽默 然後養育的時候也很幽默 所以在手術當中 不會 絕對有什麼壓力 還好 因為我沒有 無親也沒有腫 所以 照顧起來是 比較方便 那就恢復期很短 滿意度是不錯啦 至少年輕個十歲有吧 不過他不錯他很 技術方面很純熟 而且在做的當中 非常的優雅 而且跟 犯人的這種配合度非常好 相當一個老練的意思 而且親切感 照顧我團隊也好 這個是 別家很有手筆 女兒 比媽媽媽 媽媽 比老爸 所以全家都來 那全家做的效果 真的不錯 真的可以 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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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